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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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为礼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看大家的背景都挺有特色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些背景都有表法的意义 我们李学长 这个后面是猫跟小鸡 这个是万物一体 相亲相爱 平等爱护 平等恭敬 我们 学主事道 要学到 祖先的这些精神 就像老凡视讯里面 说的 发一言行一事 全部为自己启念 全是位物利则 所以这个背景 这是算行一事 为什么要放这个背景 我很喜欢 为什么喜欢 反正就是喜欢 应该是 他有 某种重要的含义 我看刚刚 有一位 学长 没有看到他了 他背景是 一台火车 我想说他是不是要做 复兴文化的火车头 还是提醒我们 台湾的 同仁 万法因缘所生 我们所成长的环境 背景 传统文化的熏陶 我们所成长的环境 算是 全世界No.1的 No.1的 因缘 要做是No.1的贡献 这样才对啊 你No.1的因缘 结果呢 站在后面 不敢承担 这样就有愧因缘了 我们还有一位学长 背后是我们老上跟醒公 在台中 桂冠酒店 聚会的 场景 不知道您 这个有没有深意 可能是 要不忘了 这两位 大善知识的教导 透过这个 背景 提醒自己 供养大众 因为 一个人修学 最关键的是善知识 《妙法灵华经》里面讲到 善知识者 是大因缘 在因缘上面加一个大字 这个我们要体会得到 就是 因缘里面 最关键的 叫大因缘 三知识是我们 整个 正知正见 建立起来的 最重要的真上缘 所以所谓从明师受见 阿难问师父其中心 开头讲的 明师 明白的老师 修行的过来人 这可不简单啊 一个人 成年开始修行的 比方说二十几岁学的 三十几岁学的 四十几岁开始学的 要把学以前的习气调伏啊 这都不是小工程 大工程 所以 我们对自己 要自知人 对他人要知人 现在邪师说法如横合杀 一不小心 遇到邪师没有判断出来 一悟可能就几年的岁月 所以 几十年的岁月就偏掉了 所以 论语里面讲啊 是其所以 观其所由 查其所安 人焉受灾 人焉受灾 这个要会看人 人 人生有好多的抉择啊 都跟人有关 折偶 折思 折友 折合作的伙伴 都在抉择 这里面哪一条啊 你疏忽掉了 人生都会出大状况啊 知人 这是人生必修科目 就像我们教学的人 你不知人 你怎么护念他 知其心 然后可以救其失 然后可以掌其善呢 这个观其所由 你要了解 他过往 的背景 有时候人一遇到 哎呀 谈得很愉快 很激动 不够冷静客观 去看待一个人 你一喜欢他 你一喜欢他 有时候你看他不客观了 这叫浩耳之其恶 雾耳之其 美者 天下 嫌疑啊 我们会被爱真的心 影响 比方说一个人 谈他 我改过了 我忏悔啊 我们也听得痛哭流涕的 但大家要冷静 但大家要冷静 他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他四十岁 他五十岁开始学 他虽然能看到他的问题 可是 里有顿悟啊 是还要见修呢 而且他是五十岁开始学 而且他是五十岁开始学 他五十岁以前那些习然 他忏一次悔 全没有了 哇 我们就一激动了 哎呀 这个老师讲了 我好感动啊 我就跟着他学吧 假如这个老师说 对 你可以跟我学 那你 你要冷静了 每一个人都是万法因缘所生啊 你们有没有遇过 哪一个人 没有老师教 突然开悟了 都没有因缘 他自己就开悟了 这样的人你要特别小心 一定是邪师 这不是我讲的 六祖慧能大师讲的 威英亡佛以前有无师自通的 威英亡佛以后 没有无师自通的 他一定是有老师 慢慢把他过去生的善根给启发出来 他一定有因有缘 不可能没有因缘的 可是现在都喜欢很标心立意的 哇 好厉害啊 人喜欢这种调调啊 不够冷静啊 师长老人家 他是从胎校就学起啊 他的实节因缘很特别啊 老人家假如生长在上海啊 他就没有那样的家庭 那样小时候的教育了 这就是缘 因为老人家所生的地方 是清朝儒家 最重要的同城派 发源地 其他大都市都改成 国民小学了 念的都是小猫叫小狗跳 我的书包里有书也有笔 都是语文教学 不是传统的读四书五经 这些小俄语 基础经典 所以我们整个民主的中文程度 一代比一代降低 这是交出来的 但现在冰冻三十 灰极之寒 主要不要听完讲完 隔天去找教育部长理论 我没有这个意思 这些整个情况都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最根源的是什么 上师民族自信心 我自己成长的过程 还没有遇到老和尚以前 哪些人最厉害 留美的 出国留学的 我从没有听过哪个人说是读古书 我们很佩服他 我一个都没遇到 所以我的缘不殊胜 不殊胜不能怪的 过去胜 不抱不够 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孩子从胎教开始 我很羡慕 但我没有嫉妒 我也没有恨 这个方向不对 现在有一句话叫羡慕嫉妒恨 这叫邪说 误导人 羡慕 接着呢 好好修阴 不要羡慕人家 人家有那个好的果 就是修了阴 你羡慕他 你还要护念他 因为 你没有这个缘 他有 他有 你能帮多少忙 你一定要帮他 把人生的遗憾 转成一种动力 我们希望 清出于来 圣于来 每一代都被每一代强 更有德行 我们这个民主才有希望 所以我们 在面对重要的抉择 都不能激动 不然你看人看不准 学东西啊 要体会深入 比方 我们都一起学习过了 李秉然老师 跟老法师见面 老法师要拜李秉然老师为师 李秉然老师 李秉然老师开三个条件 那诸位 忍者 你有没有给人家开三个条件过 李秉然老师这么做啊 我也这么做啊 你不能学到向上去 谁能够开三个条件啊 你从向上学啊 你很容易 不自知 不知人 这些 是 背后的理是什么 背后的心境是什么 这个我们领会不到 你只学一个向 会学偏调的 所以东方的学问 他不是背公式啊 东方的学问是用领悟的 比方万法应原生 这句话在哪里 一切死 一切处 一个人是应原生 所以你一定要客观观察一个人 一件事也是应原生 所以不能安援 缘不具足不能固执 缘具足了不要退缩 这个缘到底考我们什么 考试卷发下来的题目都看不懂 怎么考啊 一切皆考验 诸位忍者 你今天有没有考试啊 保证大家 你今天不只写一张考卷啊 你今天遇到两个人就是两个境界人 都要交考卷的人 看额怎么办啊 对境若不是 不知道今天这个境界考过什么 虚在从头练 今天走进学校办公室了 拿着一包好吃的东西 昨天 昨天 跟这个同事闹的便宁 今天不给他吃 拿给其他的人吃 今天考试没有过关了 考试考什么 考你在一切境界能不能用真心 用不了真心 考试就没过关了 你心上放人家的不是 心就不清静了 考不过关了 平常心 平是平等的 他对你无理 那是他的错啊 你受他无理的影响 你也起情绪 那是自己错啊 那不干他的事啊 不能打混仗 一马亏一马 有修养的人 他面对人家无理 他不放心上 他能包容 你不能说都是他害的 那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在境界当中 能不能礼敬诸佛 那无量寿经不是拿来念的 拿来落实的 行共尊修 普贤大事之德 普贤大事第一个 礼敬诸佛 请问我们什么时候礼敬诸佛 一不礼敬诸佛就造人回业了 道业者不可虚于理也 我们今天受词 德尊普贤啊 我得学得像啊 随时提醒自己 要理尽一切人 一切事物 不能在里面生分别 生执着 生对立 更不要去控制人家 控制里面就是贪求 诸苦皆从贪欲其 不知贪欲其余何 诸位忍者 今天假如有学生问你 老师啊 怎么力士练心呢 那我们当老师能讲出来 这个东西不是用背的 当然 多听一些老儿上的法语 从理上可以供养学生 可是从世上 我们自己假如没有练过啊 好好在每个境界 立事练心 我们讲的时候啊 我们讲的时候啊 底气不够的 我们能娓娓道来 那铁定我们自己要下功夫的 所以我们这几节课 一起 学习 用组 佛画儿童读本 有二十 八个德目 这个德目当中 有颜教 你看 是教理啊 几句话 把这个德目彰显 但颜教有深度啊 有广度喔 颜教 颜教之外 还有一个深教喔 颜教跟深教 也是密切相关喔 我们有深教的时候 我们那个颜教 你是侃侃而谈 很有射受力 跟我们自己没有很用心落实 那讲出来射受力是不一样 有一句成语叫 指上谈兵呢 他没有真实去体验过 落实 所以其实每一句 都有深教 都有颜教 甚至你能够把这一句 变成你家庭的家风 变成你班级的班风 那就更不一样 你的学生随时潜移默化 都在感受 比方说支持 老师有这个问题 老师改 你三个月全改掉了 你的学生感受到了 树然其境了 其他的学生 的缺点也在改 你随着这个机缘 赞叹这个学生 让他们相关而善 你班级就形成这种支持的东西 第十三 静忠 那同学里面 有做事特别尽心尽力的 这个就是论语里面讲的 举善教不能 则劝 你把真的做得很好的榜样 立起来 当然你要判断了 当然你要判断了 这个学生 你称赞他 他不会洋洋得意 不然你的称赞就有流弊了 就是很扎扎实实做事的人 你称赞他 他还会 不好意思 赞赞兢兢的 所以老师也要很敏锐 因财 失教 没了状况不一样 好 所以 我们 这一两代人 传统文化的 理念 熏陶的 比较少 我们一上学 就是知识的积累 知识的记忆比较多 背好多东西 为什么要考试 有时候 一天考好几科 我记得我念国中的时候 有时候一天考五六科都有 你说那种学习状况是领悟性的吗 使记应备 那个对悟性 不是很好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是 温故而知心 可以为师 所以我们也要培养自己慢慢 学习习 学习是一种领悟 学习是一种领悟 这种领悟 我这个时代 在大环境给我的影响 都是因缘生 像陈德 所属的年代 台湾的经济 台湾籍 是吧 经济快速发展 是吧 钱都淹到 是 钱多多 所以我们小时候 小学的时候 听到大人讲 以后做什么 最好啊 当医生 第一 医生 第二 买兵 卖兵的好像钱也蛮好存 你说我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 我一点功利主义都没有 哇 that's impossible 不可怜 或多或少 都受到这种功利的影响 甚至于 亲戚朋友 哇 你考上老师啊 哇 一个月多少 哇 铁饭丸 你想我们自己没有一种 很正确的价值观啊 每天听这些东西你不被影响 幸好我当老师 是 是 遇到老师 以后才去当老师的 包含 我的姻缘假如不是遇到老师 才去当老师啊 我这个脑子也会有点混乱 为什么 因为去读师范学院 哇 好多教育理论哦 哦 那么多专家讲的一样吗 你要听谁的啊 我记得那有一个理论 叫行为主义学派 我一看 他拿狗做实验 拿老鼠做实验 最后的结果 拿来教谁 教人 大家冷静冷静哦 拿动物的实验 最后拿来教人 会把人教成什么 在这个时代有些话 点到为止 不能再讲 啊 经历的事越多啊 越体会到 哎呀万法应援生 这个也几不来 嗯 一个人呢 首先建立正知正见 太重要 你会判断 取法乎中 乎上 得乎其中 取法乎中 得乎其下 取法乎下 了无可得 我们拿这个理论 来教人 那不止不是取法乎下 对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新的东西都觉得是好的 我们民国初年 我们有一位 童中的 蔡震生先生 他小时候就是 父亲每天给他讲 得欲 故事 后来他把他整成 七百 六十多个 圣贤人的故事 每一个得目 九十六个 孝道九十六个故事 刚好八得 七七百八十四个吧 九十六乘以八 七百六十八个 对 太久没教数学了 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刀啊 要常常抹才会立 这个 我们要常做法布施 这个 思维才能敏捷 算术也是一样 常常算比较流利 请了七百多个圣责人 来教这个孩子 蔡震生先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 他更可贵啊 这么好的东西 他把他留下来 编了这一套书 所以 诸位同仁 当信佛经与生啊 佛法每一句都很深啊 很广啊 就在哪 就在当下 万法因缘生 就在当下 立世恋心在哪 就在当下 大家现在也在立世恋心吗 练 这陈德瓦斯讲话这么慢啊 我都快睡着 练不睡着 陈德瓦斯这句我不是很认可 但是不影响 听后面讲的 我本来听到这句 嗯嗯嗯 就开始这个 不认可的感觉 开始发酵 我们听人家讲话 有一句不认可 不能一直发酵到后面都不想听 这个都是练自己的心啊 不能太受感觉影响 太受情绪影响 历世恋心在哪 还有一句 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 其实我们去经历人生的思想 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 珍惜佛法 珍惜传统文化 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在哪 你注意去观察就在当下 一个人要接受别人劝 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 尤其成年人 我们的面子啊 会随着年龄增加 除非我们修行啊 很用功 能把面子一点一点放下来 能够真的 闻过心 闻欲口 闻过心 那这是因 会赶什么国呢 质量是见相亲 我们看东方 每一句经文 他是不是一种意思 他都随着你人生 的阅历不同 同一句话 你的领悟 深度广度都不一样 是开发我们的悟性的 不是实际应配的 这个学习的状态啊 我们要慢慢 我们要慢慢把它调整过来 我们自己 启发悟性呢 我们才懂得怎么去 启发孩子的悟性 不然我们的教学啊 好心 为孩子好 可是 反而让他的悟性 越来越开发不了 所以教学者 必学 礼记 学迹 这一篇教会 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非常完整的一篇教育哲学 你学 更要 我已经在教学了 我要拿这篇文章来对照我自己 距离在哪 甚至于假如是 背道而耻啊 那赶紧调整啊 跟理系学系背道而耻 那会断能会命 我们看 理系学系讲 倒而扶迁 引导 不是硬拉他 不是拉着他的鼻子 过来 你给我过来 这样才对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 有没有不知不觉 形成强势 什么都要说服人家 都要人家接受 我小时候就有这个习气了 现在轻一点 还有呢 还得对自我 那都不是一年两年的功夫啊 我很好胜啊 比方说我跟一个同学 针对一件事啊 看法不同 两个人 辩论啊 辩论到最后还逼着同班 选班战 你认同他还是认同我 一个习气很重啊 穷天下之辩论 穷天下之辩者 你要让人家接受你 接受你的观点 你可以穷尽天下 的辩才 不再辩了 在什么 在嫩 老子中留这句话很有味道 穷天下之辩者 不再辩 在嫩 刚一目嫩的嫩 福天下之勇者 不再有 在却 他懂得 凌事而聚 好磨而成 不成匹夫之勇 这是智者之勇 不是匹夫之勇 而我们成年之后啊 我们可以感受感受 这个都要自己去感受的 当我们感受到我们这个习惯不对 我们才愿意去改他 我们感受不到的时候 他这个习惯很强的 习惯用言语说服人 甚至声调拉高 把他压下去 然后我们觉得 嗯 我赢了 其实在成人的世界里啊 人家不是听你说什么 人家是看你做什么 举一个例子 汉朝 有封一个官啊 叫五经博士 那等于是 诗 书 礼 月 春秋 这五经的专家 那学问都得下一辈子的哦 这不简单啊 有一天 皇上 应该是汉光五帝啊 赏给五经博士 每个人一只羊 结果五经博士呢 面对这一批羊啊 开始议论啊 那一 那一只比较肥哦 哎呀 这样分不公平哦 哦 这样好了 这样好了 我看我们 干脆拿蹭来蹭吧 哦 就在那议论半天啊 有一个 五经博士叫曾语 他一句话没讲 他走向前去啊 牵出那一只最瘦的羊 牵了走了 大家的争论没有了 哎 穷天下是变着 不再变 在嫩 他做这个动作 当然了他牵着羊啊 这个头是低着走啦 他不能牵着羊 瞪着每个人嗯嗯嗯 这样不行哦 这样人家更不高兴 说你牵着走了 人家惭愧心自然起来 后来皇帝很厉害啊 皇帝封他叫受阳博士 因为他把最瘦的那只牵走了 皇帝厉害啊 借这个 机会点呢 以他为榜样 提醒所有的读书人 你们满口仁义道者 真正遇到境界的 几经几两在那里计较这么多 还要把羊杀了来蹭 还要把羊杀了来蹭 所以老祖宗留的这些格言 真的 是他人生的阅历 你不能胡伦吞枣 你用心去感受 你会感觉每一句 哎呀 含义 很深 无寡 我可少善根福德应援 体会的越深呢 自己的时光不会浪费 珍惜提升自己的善根福德应援 珍惜眼前难得的应援 这都得来不易啊 所以我们每一句 它是立体的 我们实际用背东西啊 那都是一个点 一个线 老祖宗的教诲所形成的一种 能力啊 他一遇到事 他看的是整体 立体 他这些都要培养的 所谓八面玲珑 这个成语是来自于佛家的 一见到事情 我们之前好像学过 君子有九师 就是君子他在面对事情 他是清楚的 他清楚这个缘分的状况 他也清楚自己的状态 我们不清楚自己的状态 会把事给搞砸掉 你比方火上来了 你忍不住了 这个是被我们搞黄啊 摄思温 冒思功 这个对自己的状态 要保持 温和的态度 恭敬的态度 言诗中 适诗 适诗 这都是自己的状态 适诗明 听诗聪 这是对外面境界的判断 你对境界判断不清楚 讲话怎么契合这个鸡啊 你讲话跟家长沟通 你了解他的背景 你讲话也要契他的鸡啊 不然老师跟父母 讲起来变鸡同鸭甲 好像对焦不起来了 那这个不能怪家长 因为他没有在学经教啊 学经教的人 别人不理解我 我不难过 但我随时要能理解别人 这叫忠述之道 别人不理解我 我不难过 忠 严格要求自己 言语律己是忠啊 宽以待人 我得理解别人 这个就是论语教我们的 不换人之不己之 人家不知道我 不了解我 我不难过 可是人很容易因为这件事难过 人往往在抱怨的时候 也跟这个有关 谁不理解我 那个苦水就开始吐了 这个吐苦水哦 对事没什么帮助啊 我们要理智啊 要冷静啊 说的话做的事对自己对别人没好处啊 还有坏处的别做了 我们清静平等觉啊 这个觉就要理智啊 不能感情用事啊 我们很多的烦恼啊 都是因为没有对照孔子这句话 不换人之不己之 那别人不理解我 我不难过了 你不难过 你没有情绪 你就很容易去体会别人 我们只要有情绪在了 那我们就被自己的情绪给掌握住了 我们更不可能去理解别人了 把自己越放越淡 自己的感受越来越少 很容易就体会到孩子 体会到他人的心 因为我们的真心啊 是同体大悲 是能体会到别人的 现在为什么我们本能没有起作用 因为我们有障碍 我们写着贪生吃啊 这个能力就大大缩小了 和其自性的本质具足 能生万法 我们现在把这个障碍去掉就好 好我们呢 这个讲义啊 可能有一些参加的 同仁啊 反正你后面参与的 还没有这一章 我们请工作人员发给大家 印竹 天下太平之根本 学习刚要出碳 我们整了一个刚领 整到 我们交流到呢 第七 如何落实家庭教育 我们谈到了 第二点 欲子弟成人 须从自己所作所为 有法有责 能为子弟做榜样使 那这个榜样我们具体 哪一些要做榜样 我们以应竹啊 这二十八个德目 来探讨 那每个德目 我们都能啊 三管齐下 来教育孩子 深教 严教 还有敬教 谈到这个敬忠呢 我就想到 我们 这个张学长 你的背景 是老和尚 跟醒宫们 他们真的是 对人敬忠 对国家民主敬忠 我们看呢 这是终身难忘 2020年 两年 都快三年了 2020年呢 大年初一 老和尚呢 给醒宫打电话 这是放出免提的 我们有这个 机缘呢 就在旁边 看着两位 老人家通话 至始至终 都谈的 都是国家 民主 下一代的教育 没有一句是谈 谈自己的 自己的家 什么 没有 那个心 为国家民主 为世界着想 所以我们在旁边 很受感动 目前 当目其心 我们跟两位善知识学什么 首先 学他们的存心 能将他们的存心 放在自己的心中 每天处世带人街舞 都用这样的心 那我们学的会很快 学习有快有慢 有从 世上学者 有从理上学者 有从心上学者 跟改过一样 有世上改的 有理上改 有心上改 学也是一样 学也是一样 你能直接从圣贤佛不上的心去学 那是最快的 那个有一点禅宗的味道了 你看 碾花微笑 佛的心 家设尊者 硬相应 以心传心 禅宗就传给他了 禅宗很多公案 很值得的体会 你看五祖 把伊波 没有传给跟他很久的人 谁跟他很久 学问就好 神秀大师 可是心境还不够啊 佛法中实子 不中形式 所以我们自己也不能被形式自己骗 哎呀我学过很多年了 有时候这个年轻人二十多岁 人家素是善根厚啊 人家学得很快啊 我们还得向他学 可是我们可能就那个 我学很多年了 那我去跟这个年轻人吵架 我看不下去啊 你当下力士烈心就知道自己有傲慢了 孔子的心境 遇到相陀 遇到相陀才八岁呢 其中你 是相陀啦 圣人哪有觉得 嗯我是圣人 嗯我学问很高 他没有这种心念 他成为圣人就是他很谦虚 他的谦虚作用在哪 遇到一个八岁的孩子 圣人的谦虚 圣人的真心启用啊 这个孩子懂得他不懂 他就很恭敬的跟人家学啊 这些故事里都有透出 圣人他是怎么用心的 你听故事能听到圣人的心 进而愿意去效法他的心 这就是善学的人 一个人呢 像我们能够遇到老法师 他讲的这么圆满 他做的这么圆满 这不是偶然的 这是我们过去生修的 我们才有这样的师生缘 可是问题是 大家都遇到这个师生缘 每个人的受用不一样 就看我们的恭敬珍惜的程度了 而这种珍惜也不是嘴上讲的 哎呀我常常梦到老和尚啊 梦到又怎么样 你梦到你不善用心 你还会执着呢 常常把梦到的故事要讲给别人听 那不都变执着了 实质是 你落实了老和尚多少教育 看事情不是感情用事的 重实质 不重行事 真正的珍惜不是口上讲 它会化成行动的 它会好好地去落实它 好好地以师智为己智 所以我们 看到这些得目尽忠 想到老和尚的心理 我都遇过了 同修们 有一点批评了 哎呀老和尚何苦啊 那都九十几了 干嘛欧洲一年飞那么多次干嘛 大家注意哦 当我们做学生的 不能去理解他老人家的良苦在哪 用心在哪 我们还产生自己的判断批评 我们对自己的老师的恭敬心 就会失掉 你今天不是说你不能有自己的看法 可是你不能这样讲出来 在那有一点抱怨 或者一点批评 你还会影响别人 你今天真正尊重你的老师 你是要当面跟他老人家讲 师父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 我是觉得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讲出来 没有问题 你假如讲出来 善知识他觉得有道理 他也可能听你的 善知识就是要展现什么 从善如流 善知识没有说全部都得听我的 善知识 这个就是我们师生之间怎么应对 才是我们的心 是一个当弟子的心的态度 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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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我三个老师 老师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我很清楚我的老师 所以任何人批评 不会影响我 但是几个人 听了批评老师的话 自己不受影响了 人的心随着听的东西 他都会产生变化的 他都会产生变化的 所以不能谈一些 批评老师的话 给其他的同学听 你真的有 你当面请教 你说老和尚现在远急了 那你可以找 跟着老和尚 学习很久 特别能 体会老人家的用心的 这些同参道友来探讨 那在这个点上 这个我是有亲自听老和尚讲过的 老和尚 有一次跟我们讲 一个人 当他有这样的影响力的时候 其他的人做不了 他得去做 那是老人家对于 他所处的一种威望 他不是觉得 哎呀这是我的 不是的 他看到这个因缘身法 他有这个威望 又有只有他这个威望 可以去做的事情 他再累他都去做 他年纪再大 他都不持劳苦 你说我们学生没有去观察 体会他的心 还在批评这件事 那我们 我们 对老师的恭敬心 就会这样一点一点 减损掉了 他老人家是给我们展现 但愿众生得利苦 不畏己身求安乐 我自己也遇过啊 我自己很很早以前一起 做传统文化的同仁 他每一次见到我 老师啊你别这么忙 大家想一想 我是不是很闲 尽早事情来忙 那我很忙 你来帮忙啊 每一次 你别那么忙 哎 结果很有意思哦 有一次我没有聚会了 然后呢我在 跟他 跟他 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啊 交流到 下连居老居士 他在闭关当中啊 有个自警路 那自警路啊都是 他修行的感悟啊 用毛笔这样写下来 很短 这个假如大家有这个档案 可以发到群里 我感觉 这是入境界的善知识啊 他们 讲出来都是性德流露 哪怕只有三百个字 五百个字 你所有修行的 关键 他都给你交代了 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印光祖师讲了差不多一百个字 修行的重点都在里面 无论在家出家 必须上境下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待人之老 成人之门 静硕常识己过 闲谈不论人非 行住坐卧 穿衣之饭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一句佛号不令间断 或小声念或默念 除念佛外不起别念 当下就要叫他消灭 长生惭愧心及忏悔心 众有修辞 总觉我功夫很浅 不至金花 只管自家 不管人家 这是善才东子啊 他只是很白话给我们讲 只看好样子 不看坏样子 普贤行 称赞如来 随喜功德 不看坏样子 因为一看坏样子 他落在心上 他就不可能理敬诸佛 你既这个人的不好 你对他就很难恭敬了 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唯我一人实至凡夫 果能依我所说修行 决定可生西方极的世界 这个是燕光祖师给大家保证 你只要照我这一段话做 你决定往生 不退成佛 入境界的善知识 他是圆融的 他短短一段话 他性德流露 很圆满 是下老 他虽然短短的 你每个阶段修学的境界 他里面都有跟你讲 你不要小看他短 大家假如有去流星 静宗这些祖师 他们都是入境界的 他们讲的那个法都非常的深 非常的远 你看欧依大师他跟谁学 他跟廉子大师 廉子大师不在 你看他能学成祖师 廉子大师的法要在 法语在 老和尚现在一代实教在 我们很恭敬跟老人家学 绝对学成就 我跟这个同仁 我们一起交流 结果我常常有 下年居老居士 这些经句 这些法语 结果他跟我说了 他说 这个 是井路啊 年功大师法语啊 我看了六百遍 看一遍又不少时间 他看了六百遍 我羡慕死他了 他很多时间 我们是任务在身 在属牛的要认命 我又有一次 在马来西亚 我们一个几年不见的老同仁 他跑到马来西亚 找我了 他很欢喜的跟我说 他去年 听了一遍大经节演绎啊 一千两百个小时 那代表一天可以听好几个小时 一年才三百六十五天的 我听完之后非常羡慕 然后我就马上问他一句话 哇 你这样一听下来啊 你有什么领悟啊 他被我这么一问 想了老半天 答不上来啊 哇他们真有福报 哇 成德的体会啊 我们这一两代人 不是从小啊 说传统话教育 不是在大家庭里面磨练 你看大家庭 几百个人跟你住在一起啊 你能认头秋吗 你能不会观察 不会体会吗 你啥事都是 猛叉叉都不知道 你一天要被你爸爸敲几次头啊 你人情事理就从家庭里面锻炼啊 你人情事理就从家庭里面锻炼啊 常常要去体恤别人啊 常常 讲话要看场合啊 不要愣头青啊 不要愣头青啊 他能力感受的能力 他从小就培养了 那大家庭里面你都要服务的啊 你都要有你的责任承担的啊 甚至你要负责家庭里面的工作啊 安排啊 他有锻炼 他懂的东西跟做事啊 他是很自然在结合 你看我爷爷那一辈 不是智 可是人情事理他懂 他看戏剧他懂啊 他看大家庭里面 带人接物他懂 我们现在是读一大堆书 没有去落实 解形相应 人的悟性才能提升 我好喜欢听经哦 你那个好喜欢要注意了 你可能执着听经啊 没强调落实了 你解中要有心啊 你在做事你行中要有解啊 你在做事的时候不是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随着自己的性格 我们是每一次做事 我这么做 跟三个根相不相应 我这么思维考虑是跟群书制药相不相应 因为这个是正确的做人做事 你为了做事而做事而没重视修行 你会越做越多烦恼 越做以前的习气会越来越现前 但是我们有一个习惯 通通要依照经典 那你考虑是你会依经典 这个话当讲不当讲依经典 你久了之后啊 你随时都是按经典 久了之后你就习惯了 所以孝经讲了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 事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最后养成习惯 口无则言身无则行 严满天下无恐怖 我们现在可能一不小心就得罪人了 可是古人你看他从小的习惯 严满天下无恐怖 行满天下无怨恶 既行相知相应 是张家大师交给老和上 非常重要的修学之见 还比喻有像两个轮子 相辅相辅 解帮助行 行又帮助解得更彻底 我们今天论到这里了 那可能我们要问自己 我现在落实了哪些经教 不然刚刚这一段话 也是被公事而已 这理我都会讲 想一想 老和上说 念念为他人着想 我下功夫没有 老和上说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占有的念头 我下功夫没有 老和上说 学佛首先 扩宽心量 我行了没有 我还有看不顺眼的人 那我这一句没有行啊 我心量不够大 师父领境们 修行靠个人 这个老是帮不上了 得靠自己 用老和上的经教来堪厌自己 现在人要听人家劝能 真不容易啊 我们有一个同仁啊 他好爱无量受精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一些基础 你还是要学 你学决了凡事迅吧 他虽然叫我老师 他不听我 当然了我自己要清楚啊 我没有资格做老师啊 老和上才有资格做老师 我最多呢 陪着同仁 跟着老和上去 守老和上三个条件 这个我愿意做 我也愿意尽力去做 每个人要有自知之明啊 那我给他劝他不听 假如我生烦恼 那是我的事 不甘他的事 所以我们不强求 有一天啊 他跟我说了 他说他梦到老和上啊 老和上跟他说啊 你要学了凡事迅 那也好啊 那代表他真肯学啊 有感应啊 老和上 叫他要学了凡事迅 那这个 这个是自己的 德行不够 人为言轻啊 人家不听政策的 但说实在话 盘观者轻嘛 只要这个亲戚朋友 他确实是挺为你好的 他是旁观者啊 要多听 旁观者的提醒 这个对我们确实是有帮助的 佛法讲啊 不要出现执着点 一直 成病 当一个人 他好爱无量寿经 老和上在讲扎山根很重要 传统文化很重要 你觉得他能听懂多少 若心有助 即是非助 老和上教导 他是方方面面的 当你听他老人家的教导 你非常执着某一个点 你执着的那个点也不一定听对 然后你会忽略很多重点 老和上强调哦 你叫扎山根 然后再一步 无量寿经生命 我曾经问过啊 老和上啊 那不扎山根 然后就念 就一步无量寿经 老和上说这样时间会比较长 大家要听懂这个话 今天你没有做人的基础 你一下要接到 得尊普贤 这个 菩萨修辞 你就要跳到跟极乐世界一样 那些诸上善人的水平一样 不大容易啊 所以老和上说这样会比较久啊 这个久 还不知道要多久 我记得老和上94岁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问了老和上啊 这个扎山根 扎山根到底要扎多久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段 老和上的开示 老和上说什么 我到现在还在扎呢 万法因缘生 我们不是从小扎根的 老和上是应激说法 几个人肯定忘了 听着听着就有自己的喜爱 就挑着修了 现在老和上 找一个好老师难 找一个好学生更难 因为现在孝子不好找啊 忠诚好学生的基础啊 是孝子的 师道 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所以一个人肯在孝道下功夫 下道他恢复父子有亲 他再听老和上讲的 那不一样啊 师徒如父子啊 他连对父母 他都不能去理解父母的心 你说他能随时理解老师的心 不大容易 老和上这些话真听懂啊 你是传统文化的单位 你一定把行效摆在第一位 百善效为先 可是我们也有听说啊 也有遇过啊 父母 生病了 这个负责人 你不用回去了 你在这里做功德更大 那都学迷了 老和上没有这么讲啊 老和上指导学生的问题 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 女孩在澳洲读书 她父亲癌症 在台湾 她去请示老和上 老和上 我爸爸现在这个情况 我还在念书怎么办 老和上 回去 好好念佛 陪你爸爸回向就两句话 赶快回去知道什么 什么都没有行效重要 好好念佛 这个是帮你父亲最好的方法 万德鸿鸣能灭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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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除非说你有兄弟姐妹照顾 然后呢 你的父母跟兄弟姐妹 也说你不用回来 那还另当别论 根本没有人手了 甚至于是 这个先生在传统文化单位 太太在照顾公公婆婆 实在撑不下去了 你赶快回来吧 先生不愿意 这太太很无奈 打电话给传统文化负责的老师 你看我先生回来吧 这个老师说 这个我管不了 我觉得这个不妥当 这一个团队是你管教化的 人家家庭状况你要设身主地 这是多么好的机会教育点 你在弘扬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老师说一个字 孝 用一个字来表示整个五千年的文化 就一个字孝 你的团体表不出孝道 你还算弘扬传统文化的团队吗 你是名字有你实质没有了 传统文化中实质不中形式啊 我们都要照老和尚的教会去做啊 不能拿着老和尚的旗子 在那里搞自己想搞的东西啊 你会把人用错啦 那要负因果责任的啊 那要负因果责任的啊 你在世间做事 你还不会有断能会命的罪啊 你今天到了佛门来 到了传统文化来 可不能认自己的认知哦 要依照老和尚 依照经典 离经一致啊 便是磨缩啊 要恕而不作 幸而好苦啊 所以 张家大师啊 教给老和尚那个 都是修行最重要的之间 我们没有把这些知见好好的领悟啊 那要学佛要学进去啊 不容易 今天刚好有个大众 还问我忏悔 张家大师有教啊 后不再造 你看这些教导多重要 当然 你体会到 伤害到别人 你能弥补的 当然要去弥补 你能给人家道歉的 要赶快去道歉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 忏悔出来的人 很自然回去做的行为 你说哎呀我好忏悔哦 但是我不好意思给他说 我感觉这个忏悔不够 因为你就感觉到你对不起人 你伤害到人了 你巴不得赶快表达你的歉意啊 你有那个心 你的行为就会跟上啊 你现在说我有这个心 我行为跟不上 这个讲不通了 心形一如 做不出来的心还没到位 那佛家这些话哦 是让我们检查自己的 是让我们不要自欺的 修行这一关就不好过啊 下连句老句子说 学到的人 须打破自欺一关 心形要一如 才没有自欺 只有商量处啊 才 谈得上修行啊 就像余静义工 四十七岁了 他都骗自己 也骗别人 根本 修不上去的 须浊然见得自己满身过失 功夫使有 左手处 我们每天察觉啊 这句话讲不对 那件事做不对 我们才知道从哪里改 修行两件事啊 知过 改过 不是很复杂 修行不要弹玄 你说妙啊 哎呦 可以接通什么讯息啊 唱那个歌都是从佛菩萨那边来的 小兄小兄 佛菩萨不以神通度众生 这个老像讲经也都提醒过我们 五指 六关 离远 不要攀缘 攀缘也会生烦 五指就是持戒 射住自己的心不要打烦 离远 绝欲 那个欲望 要人 如斩独树 直断其根 不要让他继绝 不要让他继续发作 不然会一丝足成千古恨 要绝独树 还有法尔 这一段很精彩 老像才讲了十来分钟 这个发给大家 多看几遍 那望静樊言观 后面五指六关 老像十分钟 可以短讲了 讲的很精彩 来啊 法尔就是 道法自然 不要搞得 神神叨叨 玄玄妙 法尔自然 法尔如是 神聚目断 岩堤石穿 水道渠成 花树地露 要求什么玄妙 老实念佛 功夫道 智赦通 想搞玄妙 会搞出很多烦恼 问题出来 第四 无念 第五 非相 非相 就是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你知道都是假的 你就不往心里放 你把人事物 往心里放 你就生烦恼了 无念 无妄念 你妄念相续的时候啊 你都止不住啊 你想越多 牵出来的 烦恼心越多 所以无念 无妄念 无妄念 无念不是空 落入空 非相 非非相 触天了 不是喔 无念是无妄念 所以老和尚说 怎么无念 心中只放阿弥陀佛 其他的事都不放 无妄念 能够这样 你遇到事 你是真心 你无念 而念 无作 而作 你没有妄念干扰你 你都是真心去硬 真心去做事 不是不干事 不是不干事喔 很积极干事喔 但心是清净的 无妄念 无对人的成见 也叫无念 然后让这个法药啊 太可贵了 所以张家大师教的这些都是重点 解形要相应 所以 刚刚跟大家提到我那个 同仁 他听我在讲下老 这些句子 延伸出来的开解 他说 我读了六百遍 怎么我没有体会到你体会到 我一遍都没有看过 因为看一遍呢 最少要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甚至不止 那本书也 也应该有 一百页 你只是一直在那里学啊学啊 你都没有 在世上去练 所以 现在假如 给我建议 比方说这个人 读了硕士 职工博士 假如他人事历练太少 我看 先出来 服务服务 人事的锻炼 你再去念更多书啊 那不是读一个理论的东西 不是读史书 你会整个理事是圆绒 八面玲绒 八面是什么 理 是 因 原 果 体相 用 你看事情是一个立体全面的东西 这些都要透过人事的锻炼领悟 对这些教理啊 体会的才深 完全没有人事历练 能体会的深少数 当然也有可能有 但这个就要判断了 自己判断 或者他的老师帮忙判断了 那大家不要听错了 哦 陈德法师说啊 要忙一点 我可没这么讲啊 哇 不然你今天我还 把我这段话截出来 然后去告诉这个下属 你看 陈德法师叫你多干一点 我什么都没说啊 你一个当领导的人不是拿着道理去压他 你要对他充分了解 他要怎么一个状态 他才能修学得力 又有工作又有薰习平衡 Balance 不要拖我下水啊 你们执着了可别拖我下水啊 我自己也在练啊 也在修啊 锻炼什么 不挑境界 这个因缘 这个责任不是我去攀来的 然后让他我干的 在哪我都干 不挑境界 不挑境界才练不分别不执着啊 所以脑袋上说什么是修行 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不起心不动念我们这辈子比较难做到 练不分别不执着 可是你纵使事情多 你行中要有解 你是用教理在指导你做事的 所以你在做事里面也是解形相应啊 你有这个习惯的时候 有一个微妙的发展出来 你在听经的时候 解中有行 你一坐下来 听个十分钟 哇 脑袋上讲的这些真重要啊 因为你一听都会跟你负责的事啊 很自然结合起来 哦 我知道怎么用 所以有时候我们处理事 想不通 念念佛 念念念念念念念 忘念少了 有时候 佛经啊 或者脑袋上的经去自然浮起来了 不是你硬去想的 因我所住啊 因我所住啊 而生其心啊 自己的智慧啊 启用嘛 清静心 神智慧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大众请合掌 礼谢法师 慈悲授课 迎礼法师 三拜 不为礼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恭送法师 免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 休息一下 夜梦弥陀 好 再见 再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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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